呃...我想韓政府一進來的態度都是 就是他大概是看說我是一個一屆平民 那沒有任何的公職 本身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一些一些行政經歷 所以我想他大概就是認為說 經過一些訴訟以及一些惡意的追殺 以及經過監察院的抹黑 可以讓我知難而退 但是我想是這樣的 我想他不太了解不太認識我們高雄人 我們高雄人的個性其實是吃軟不吃硬 那永遠都會堅持對的事情 所以對於罷韓相關的事物 第一個我們是絕對會堅持下去 剛有訪問到監尾啦 李維德監尾是認為說 他其實在這之前都不知道 你是罷韓的領銜人之一怎麼看這個說法 我想這個說法有點太不符合社會的事情 我想新聞播這麼多 如果監尾都搞不清楚的話 那麼監尾是不是完全都不看電視不看新聞 但如果說他完全都不看電視不看新聞的話 他要如何來調查許多善款的相關事情 尤其在現在的網路時代 許多資訊我們都可以從網路上查到 從新聞上查到 那許多關於善款的說明跟解說 其實我們也都不厭其煩的一再說明 所以經理定義人員這次是正直追殺的嗎 一定的啊 光看監尾的名單就很清楚 去看這些監尾任命的人員 你如果說這些監尾任命的人員 有蔡英文啊 有馬英九啊 那我想這就很當然就是一個監察院行政程序上的一個正常處理 但是你看這一次的監尾 他們的任命人提名人 清一色的都是馬英九 所以我想這很清楚就是一個政治追殺 他們是說的說法是說 現在有新的陳情人來跟他們講這個氣爆的相關事情 他到底在約詢的時候跟你有沒有談說 到底要問你什麼樣的事情 到底哪邊有新的市政有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老實說 因為在之前在韓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就應該說其實五年以來 從氣爆發生的五年以來 每逢選舉氣爆都會變成一個攻防的焦點 那其實五年以來從來 包括說在議會國民黨的議員 也從來沒有查出什麼清楚的市政 那包括說韓市長已經當市長一年多 那一年多對於氣爆相關議題 或者說對於一些相關的 他說的曾經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他真的去澄清他真的去釐清他真的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想很清楚的他也沒能做到 那在他自己都沒能做到的情況下 他就寄望利用監委來實行一個政治的追殺 我想這是很清楚的 這是有看到的 然後我跑 我自己真的去決所 降 masculin 我就去 clause 那我有關是 你是沒有一關 спокой的人 cill能作出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